花蓮國際青年商會這次舉辦2024清商青年影響力活動 這次的主題名稱是創造希望公益市集 這次除了邀請地方的攤商進駐之外 我們也邀請公益團體及弱勢族群團體到現場來 透過市集的模式讓弱勢族群的朋友也能藉由擺攤來創造經濟產能 同時也達到弱勢關懷的目的 我們持續的為性別平權的一個教育 還有孩子們的教育我們持續的在努力 兒校教育的部分我們藉由捐書及換書來提倡教育資源的再利用 這次我們也邀請中正國小的學生來為0403震災做公益演出 同時也體現兒少教育的精神以及關懷弱勢的普世價值 公益拍賣活動我們也號召所有青商會的夥伴 將家中用不到的閒製品帶到現場來做公益拍賣 並且將收入的8成捐至0403的受災戶 公布娃娃竟然是這次拍賣會上最熱門的商品 這也是意外的發現喔 100塊不要再跟妹妹爭了 100塊就給她了啦 我讓社區看到我們青商會青年人有這樣的影響力 可以號召同際會獅子會救國團 然後來把三個大小活動變成一個大活動 那再來就是未來重建之路雖然是很遙遠 但是我們都會勉強一起把它做好 那再次的謝謝所有青年朋友們 也祝福大家心安平安 大家永遠都能夠在自己的家鄉快樂存長 謝謝 我們要再次的大家一起勤勤協力的來讓花齡更好 最後也要祝福在場的所有的掌握貴編本 也謝謝平安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 這次的活動非常感謝政府機關有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議會 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民代表會 新城鄉公所 社團法人有 花蓮中央獅子會 皇族國際同濟會 救國團花蓮市團委會 花蓮縣市捲障礙福利協進會 花蓮縣水晶礦石協會 門諾會善目中心 也感謝今天到場的嘉賓有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青年影響力委員會主委張富杰 花蓮市長魏家燕 花蓮縣議會 魏家賢議員 吳東升議員 花蓮市民代表會 副主席 黃達翔 楊哲峰代表 游振林代表 感謝有你 也讓我們為花蓮加油 1 2 3 花蓮加油 花蓮國際青年商會 游振林 卓心如 報導